直至2020年2月8日,美國的流感情況 根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估計在2019年10月份到現在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2600萬的流感疾病 而有25萬人因為需要入院治療 估計到目前為止死亡人數是14000例 現在可以看到流感的變化圖 這幅變化圖是與往年的比較 紅色是今年的,未曾完成 所以現在未知會不會比2017年更高 很可惜今年的流感形勢似乎是兩個峰值 第一個峰值就出現於2019年 大約是第五十一周 現在應該接近是第二個峰值 但是會不會有第三個 我們未知 希望它的峰值大約是現在出現 2020年的第六或者第七周出現 希望它會下跌 但這個預測仍然是過早 死亡人數現在來講 遠遠是高於新型冠狀病毒所引致的死亡 以全世界來說 這只是說美國本身 估計的死亡人數 現在已經超過一萬二千人了